2019年6月16日是黄浦军校建校95周年纪念日 黄浦军校建校95周年文物捐赠 这一系列展览开幕活动 当日在广州黄浦军校就此举行 其中 蕴藏则润广东省收藏家协会捐赠产品展 展出该协会向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捐赠的44件产品 包含从清代至现代的书法 报刊 书籍 证件 军事用品等 当中有不少是黄浦军校历史相关的产品 例如 最新军事小动作证悟图解 陆军军官学校步兵教育战斗计划案 陆军军官学校军事学教程等 最新军事小动作 静悟逃解 这本书是由我们黄浦一旗的彼医生 范汉杰老将军编译的 这本书的内容是主要参考了 我们1930年代 德国最先进的军事理念的一些关于 士兵的举止行为的一些陶禄 那为什么叫陶解呢? 因为他在这个书里面的记载的内容当中 有关于一些军人行为的正确和错误的一些示范 以图示的方式告知我们的军事人员 怎样做是正确的 怎样做是错误的 在当日的活动中 许多黄浦军校培养出来的将士的后人也都到场 他们中的许多都已经是白发老人 但不论任不认识都惺惺相惜 许多老人相互合影留念 责送礼物 写下祝福彼此的话语 而其中的一位老先生则最为引人注目 他就是陈寒丰 洪水将军的儿子 洪水将军是越南人 1955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是新中国授衔的唯一一位外籍军官 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两国将军 陈寒丰在现场还把越南国防部在2016年送的 一张洪水将军的照片 也捐赠给黄浦军校就职纪念馆进行长期保存 陈寒丰说 每位黄浦军校将士的后人都是自己的家人 大家的前辈曾经在不同的战线上为国奋斗 有的可能还是对手 但现在大家相见却是格外亲切 大家聚在一起既是为了缅怀家人 也是希望把革命先烈的爱国精神传承发扬下去